大家好,又來到Chef Creation 主創方,我是Mark 今天的分享是承接上一集做的青醬 而有的香料油風雞腿 讓我解釋一下油風Corn Fit Corn Fit就是只用大量的油煮熟食材 不過這個不標明是溶於肉類 不然就要用動物油浸才算是Corn Fit 今次我用了自己煮的香料油 目的就是為了加強香料可以進入雞肉的味道 而且令到菜式的油膩感減低 在這個菜式中就運用了一個法式油風的方法去煮雞 再配上我們上一集做的一個意大利墨西哥融合醬汁 今次我還會額外加上一個印度常用的薄荷乳 將多角的文化去融合 而令到這個菜式的味道層次去昇華 好了材料就如下 步驟就很簡單 首先就用鹽和胡椒去醃了雞腿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蒜頭壓碎 另一邊箱就把油加熱至180度 可能大家會有疑問為何要去到這麼高 其實是因為我把雞腿放在油裡面之後 我們就會關火 之後煮油就會降溫至大約120度左右 我們再在油裡面加上剛才壓碎的蒜頭 還有所有的香料 然後油封它30分鐘就剛剛好 那藉著這時間 我們就可以把薄荷葉切幼絲 然後就拌進一些原味的魚肉裡面 30分鐘之後就在香料油裡面 就拿出雞腿出來 然後就把它的肉撕開 最後就用上一集做的沙沙醬和薄荷乳 一起放碟 整個菜式就完成了 喜歡我這個菜式的話就記得 要like這條影片和subscribe我這個頻道 之後就試一下自己家裡跟著來做 做了之後記得現在IG要tack我們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